敲著平底鍋和各種鐵製器具 哥倫比亞民眾聚集首都波哥大的 波利瓦廣場 抗議政府治國不力 民不聊生 人民要總統踹共 是因為官員貪污腐敗 政府卻毫無作為 加上經濟衰退 造成暴力事件頻傳 甚至有謠言指出 總統放棄經濟改革 引發全國25萬人上街示威 與此同時 波哥大的地鐵站 遭到不明人事破壞 大樓玻璃窗被砸得傷痕累累 有的商家甚至被洗劫一空 總統決定實施宵禁 緩和衝突 小禁一實施政府部署大批軍人巡視街道 到了白天 警方發射催淚彈 在波利瓦廣場展開清場 一名婦女吸入過多瓦斯倒地不起 不只哥倫比亞 近來許多南美洲國家 像是智利和厄瓜多 都因為不滿當局執政 上街抗議 這波南美示威潮何時停歇 還很難說 大家新聞總部先編譯